《红楼梦》自问世以来 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 这部作品内容是丰厚深沉 一字一句竞显风范和功力 然而其实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红楼梦》还蕴藏着 一本人生的百科全书 展现了世间百态 揭示了人情世故 有人看到才子佳人 有人看到家长里短 有人看到勾心斗角 还有人看到人生道理 可以说人生的每个阶段去读 都会有新的感触 真是感慨万千 回味无穷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红楼梦》里很经典的几句话 可以说这些话 如果没有对社会 对人生的深刻认识 是写不出来的 可谓字字珠奇 很值得大家来品味 没关注的朋友 欢迎您点击关注 这样以后就能更方便的 每天看到我们的节目更新了 欢迎您 首先来看看这句 这段话呢 是贾府里的仆人 说凤姐的为人的一段话 意思是说 他嘴上说得好听 心里却打着歪主意 表里不一 暗中使坏 这段话可以说句句都很犀利 不仅是形容王岐凤 放在今天 依然是揭露社会上很多人的一段话 可能有人会想到几个成语 比如呢 像这个两面三刀 或者说是口蜜附件 是不是呢 这样的人 什么时代都有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您认识的人当中 有没有这种人呢 或者在您的单位 或者在您的公司 他们说话比蜜还甜 表面上呢 是清清热热的 磕磕细细的 可是他们心眼很多 往往心口不一 心怀叵测 你哪天不小心 跟他说了几句大实话 吐了个什么 不该吐的曹 可能就会成为 他背后的笑料 甚至成为他 攻击你的猛料 暗地里给你捅刀子 脚下给你使绊子 这样的人呢 是让人防不胜防 我真的觉得曹公的这句 嘴甜辛苦 形容得太真实了 就像是画出了一幅 人物肖像画 还有两面三刀 在我们现实中呢 也是很常见 就是一个人 在你面前的时候 是一套 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呢 又是另一套 在背后又是一套 让人分不清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样的人 为自己的利益 可以戴着各种面具 王熙凤就是一个典型的 两面三刀的人 他表面上尽职尽责 管理家务有条不紊 但是其实心机很深 用诸多手段 来维持自己在甲府的地位 捞取好处 他的行为 让人们反思人性当中的 矛盾和复杂 所以我们在和人交往的 过程当中呢 凡事可以多留个心眼 如果太相信人 信了政治的人呢 还好一些 如果错信了这些 两面三刀的人 我们往往会被人摆一道 因此可以说 《红楼梦》的这句 是蛮有意义的 还有生活当中 怎么分辨这种人呢 有个朋友分享了 一个小经验 他说 有些人呢 表面很热情 可是呢 跟他交往 总会让你感到 有些不踏实 不安 这样的人 其实就需要注意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对一个人 认识不深 我们还没有办法 真的了解他 可是潜意识 有些时候 好像会给我们一些帮助 给我们一些提示 就是你总觉得 和他相处 有不舒服 不踏实的地方 就需要留意了 那么您还有什么方法吗 也欢迎和大家来分享 咱们再来看看下一句 阴嫌沙帽小 致使枷锁扛 左连破凹寒 惊嫌紫蟒长 这句出自《红楼梦》的 豪了歌著 这句的意思是 有一些人一心想当官 可是当上了呢 又嫌官职太小 后来用尽手段往上爬 到头来却发现 把枷锁给扛上了 就是进监狱了 还有有的人年轻的时候 一贫如洗 可是后来发达了 富贵了 这个时候 他早已经忘了 曾经的自己 生活好了 吃穿金贵了 他就开始嫌弃 子莽长了 这段话说的是 人的那种 无穷无尽的欲望 贾语村就是这样啊 他年轻的时候呢 很清贫 后来攀上了贾府 仕途开始顺利 可是他利欲熏心 越来越放肆 他的恩人的女儿 他可以不帮 后来对帮过他的贾府 他也可以落井下石 最后他的结局怎样呢 他也是堕入了 无底的深渊 贾府的落败 让我们看到了那些 贪婪和腐败的力量 最终会自我毁灭 贾语村的身败名恋呢 是对那些追求权利和财富 但是忽视道德和责任的人的 一个警示 曹雪晴用他的智慧和笔墨 揭示了人性的黑暗 但同时也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官场 还是在生活当中 道德和公正 都是很重要的 不可忽视的一环 过度的贪心和权力的追求 可能暂时让人沉醉 但是最终只会带来自我毁灭 无论在个人 还是社会的层面 道德的沦丧和公正的缺失 都会引发灾难 咱们再来看看这句 宁壮金钟以下 不打破骨三千 这句话出自《红楼梦》第72回 是贾连对待人生的态度 它表达的意思是 宁愿和优秀一些的人打交道 也不愿和那些无赖的 庸禄之人 没道德的人多打交道 这里的金钟可以理解为 有品德有才能的人 而破骨则象征那些品质低劣 或者没有能力的平庸之辈 贾连的这种人生态度和选择 对我们还是可以有启示的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其实一个人的朋友 对他是很有影响的 和一些和平善良的人交朋友 我们会感到比较平和快乐 和一些比较喜欢攀比 或者比较喜欢打击人的人交朋友 我们的心态也会受影响 和一些有某方面才能的人交往 他也会带给我们一些正向的东西 可以比如激励我们的思维 激发我们的潜能 进而推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而和一些经常喜欢抱怨 负能量满满 或者很小心眼的人打交道 往往很少能让人有所收获 反而可能让自己陷入庸俗和平淡之中 咱们再来看看这句 说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这句话其实真的蛮有道理 意思是一个人长大成人 就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个责任是家庭责任 也有一些社会责任等等 也可以理解为人要有所成长 有所成就 就不能太安逸自在 需要刻苦努力 每个人都喜欢安逸一些 但也想有一定的成就 这是一个矛盾 也是一种怎么说人的取舍 在《红楼梦》里 贾宝玉就是一个不愿长大的人 她喜欢自由 不愿意接受封建社会 对一个男子的传统的那种期待 不愿意投入繁重的学业和官场生涯 更喜欢和女孩子们自在地游玩 然而她的这种追求 却导致她无法真正地成熟 不能够承担一个家族的重任 甚至不能够承担一个男子应有的责任 可是相反的 像贾母和王熙凤这样的人 他们看似都很成功 表面上看能处理好很多生活的各种问题 可是他们也有烦恼 那就是他们因为要坐稳自己的位置 要谋一个家族的利益 同时还要考虑自身的利益 还要平衡各方面的一些势力 还要去管理下人等等 所以呢 其实心也很累 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快乐和自在 所以这句话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的含义 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同样适用的 很多人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 忽视了家庭甚至健康 结果导致他们虽然看似成功 但是内心却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 满足和快乐 而很多人呢 又始终不愿意成长为一个社会化的人 不想接受很多的社会压力和烦恼 所以我们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更想要过什么方式的生活 那么可以考量考量 现阶段自己的经济实力 或者说条件 能够支撑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的 再来看下一句 都道是金玉良音 俺只念木石前蒙 空对着山中高市金银雪 终不忘世外先疏寂莫灵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终身误 就是误了终身的意思 后悔啊 贾宝玉和林黛玉情投意合 可是他最后阴差阳错的和薛宝钗结了婚 婚后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始终无法忘怀 死去的林黛玉 难道宝钗不好吗 其实宝钗有宝钗的优点 曲子里说他是山中高市金银雪 什么意思呢 这是夸他人品贵重 也是说他肌肤晶莹如雪 品格端方 可是雪就是美则美矣 冷也是真的冷啊 宝钗也是很冷 这种冷是让人觉得冷漠无情 虽然很美 也有才 也懂得圆滑处世 却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很难喜欢起来 所以宝钗最后独守空房 宝玉也出家了 他们三个人最终都是误了终身 所以人生很多时候总是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再高明的大师也配不出后悔药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人生际遇 不免让人揭探 我们只能在际遇无常的人生道路上 珍惜每一次的选择 也坦然接受每一份遗憾 好了 今天关于《红楼梦》的这些经典句子 就和您聊到这儿了 感谢收看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